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丽书的横画的写法 丽书的横画是丽书的根本所在 丽书的横画是千变万画的 我给大家再示范一下方头横 方头横 方头收尾 圆头横 圆头收尾 还有 尾部比较粗的横 大头在前面的横 下面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波横 波横说了 提笔藏风向下回转 向上提 提起来 这个收尾的燕尾有于翘尾 我这个比较夸张 让大家看清楚 还有一种呢 注意这个燕尾是拉出来的 不是挑出来的 大家一挑 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燕尾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燕尾横呢 有 方头在前的燕尾横 我们刚才看到这两种都是波横 那么也有一种横的燕尾横 它是尾部是燕尾 头部是方的或者是圆头的 这是秘书的横画 让我们来写一下 上面和我们学过的 三的笔画 我们说了 三是三笔横 但是那三笔呢 有比比不同 第一横 是平直的圆头横 那么第二横呢 就是 向下走 向上拱起的 横 我这个向下走 有点顿比啊 大家不要顿比 第三画 是方头在前的 燕尾横 再给大家写一个 瞬间可以有人问到这个 灶 灶字呢 上面的三点横 它是点 但是我们用横画的写法 要有起手笔 这个地方这个 拱形呢 也要有一个起笔藏锋的动作 在里面 然后下来 是一个燕尾的写法 压笔 踢笔 拿出来 燕尾 上面呢 两横不一样 一个是大头踩前的 细尾横 一个是 前后促细均匀的横 去被横 口子这个折呢 要提一下笔 走 再给大家写一个 毛 毛呢 是三笔写成 这一画呢 相当于一个横画 是往上翘的横画 这个是尾部往下翘的横画 那么这个横画呢 稍待一样 好 这就是我们立书初步的笔画 谢谢大家 下面 你 感谢观看